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好 那台北股市大盤指数 最近这一个多礼拜 这个地方走势都很戏剧化 现在上个礼拜五 是拉出了一个大涨 182点的长红棒 大家都觉得 哎呀大盤这地方 感觉开始要往上来做攻击了 结果呢 就这么反弹个一天半 因为隔天就是开个高盘之后呢 接下来过不了季线 过不了半年线 开始怎样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礼拜三稍微指稳一下下 礼拜四再度的下杀 今天礼拜五盘中一度 又再度的下跌88点 最低跌到10523点 那就在指数跌破了前波低点 这地方看起来哇大盘 这个要开始往下杀盘了 很多人上礼拜五 看到大涨182点 赶快追股票买股票 这时候礼拜五才来追杀 甚至在追空 结果呢 礼拜五的盘势 指数开个低 开个高杀低下去 最多跌88点之后呢 下半场反而拉高上来 最后还一度回到平盘附近 小跌3点 以10608点作收 那指数这个礼拜这样子 先反弹再下杀破底 那就在破底之后 又能够指稳上来 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应该这个 如果凭感觉的话 会觉得这个盘好难做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只有仔细的观察技术分析的话 会发现这个盘是 其实都是按照技术分析的规划 来做进行之中 这个部分 这都有图有真相的 来看到 这是6月7号的时候 我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每天我的分析日记会有两页 第一页就会针对大盘的部分 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规划 那那天指数收盘涨49点 来到11251 盘中高点来到11261的时候呢 那我就提到指数逼近今年 11270高点 可是代表行情就要功过高点 开始一路涨吗 我说不会 今天爆出1800多亿的大量 这是一个什么 警戒讯号 再加上外资 再加上政府基金 都在持续高档卖超 我说指数还是在震荡 甚至会有一个短线拉回的回马腔 那包括在上个礼拜四 大盘指数这波回档 已经跌到哪里 跌到年线附近了 这是上个礼拜四 6月28号的分析日记 当时我们也跟会员朋友说 那指数跌到这地方 今年已经第三次回到年线 年线附近因为K线形态 昨天出现了个最后吞食底 原则上有机会在卖压捷径之后 先出现一波所谓技术性的反弹 但是注意到这一次的反弹 这波的沙道年线 还欠缺一个所谓 带量长黑的恐慌沙盘 所以我说这地方 大盘恐怕会有这地方 虽然会有反弹 但是小心反市场操作 因为大多数散户 现在都在期待反弹出现时 反弹幅度可能会不如预期 最坏就盘中反弹 就准备展开下沙破底了 有没有这盘就是这样子 6月27号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指数逼近今年的高点 我说要先做一波拉回回马枪 回到年线附近 我说会有反弹 但反弹幅度会不如预期 然后又会再度的下沙破底 结果呢 弹了有没有 有弹了一天 隔天开高走低 然后就开始再度的回跌 跌到多少 今天10523 破了低点后才留了下沿线 所以目前你会看到 大盘指数的部分 都符合我们技术分析的规划 跟预测 那重点是 好 接下来会怎么走呢 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 那接下来 这个地方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 大陆跟美国的贸易战 现在开打 报纸现在形容说 全球的股会是 濒临一个醉癌的效应 会不会这地方掉到悬崖以下呢 这部分我倒觉得说 从技术面上来看 今天杀下去之后 原则上应该会再杀完短多 顺便做一个右短空 今天的杀盘有右短空的效果之后呢 再来又会有一个再反弹 再加个短空 然后再震荡 那当然震荡过后 这个还是有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看到指数 今天跌到多少 10523破了上个礼拜的一个低点 指数有破上礼拜的低点 可是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领头羊台积电 今天有没有去破上礼拜 210块低点 没有破上礼拜210块的低点 甚至指数今天收盘是收黑 小跌3点的 可是台积电的部分呢 今天股价反而涨个2块半做收 那台积电我常说 它是台股的领头羊 如果它能够守住210块低点 那指数的部分 我认为这地方 接下来会有这个地方 这个机会 至少先来做一个再反弹走势 那另外今天的杀盘 早盘一度跌88点的时候 出现一个杀盘取量的效果 之前量是不足的 可是今天杀下来 量杀到1587亿 那反而在杀盘之中 让大盘的5日均量 超过了10日均量 这指数在破底量的趋势 却有转强的走势出来 那再加上这是技术指标 我自己设计的一个百战指标 当指数今天跌到10523 跌破前波新低 这个低点的时候 百战指标并没有破前低 也就出现所谓低档背离讯号 那因此我会说 大盘在这里杀完短多之后 准备做一个右短空 右玩短空 可能在这里又会再反弹 再来加个短空 那这个部分是对行情的规划 当然往上上去的话呢 仍然要注意外资的动作 目前外资仍然是卖多买少 就是卖还是在继续再卖 可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好的 就是外资的指数部位 目前净多单 虽然持续减少到剩下9000口 可是至少还是一个净多单 因为外资来看的话 我说为什么要很重要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哎呀大陆跟美国 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开打 会不会全球股汇市崩盘下去啊 那其实我再三跟他强调 很多人也在问我会不会有影响 对全球股汇市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献榮老师怎么看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最了解国际金融局势 同时也是这地方 对国际金融最敏感的外资怎么看 那如果这地方外资现在是 这地方对指数 有大量的避险空单在那里 你就要很小心 这代表什么 外资认为这次美中贸易这样开打 会造成全球的一个股市 大震荡大回跌 所以他才会在旗指的部分 布了大量的避险空单 可是目前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没有啊 指数部位还是净多单 虽然只剩下9000口 他没有要攻的意图啦 但至少也没有说 这地方对指数大幅度做空 那因此我认为美中贸易战 当然有影响 外资不愿意强力进攻 可是也不会这个地方 马上就急跌下去 甚至礼拜五看到指数跌到10523 外资的旗指还买超了3000多口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个地方接下来行情 短线的部分再强调一次 杀完短多又短空之后 有机会再反弹 再来加一个短空 这是行情接下来我对整个盘式的规划 那当然就长期来看 我还是挺强调一点 目前短线仍然在高档继续震荡 那但是毕竟大盘从7203涨到上个月6月份 已经涨了34个月 面临费波兰兹系数转折 这时候融资予额处在近三年的高档 法人大户连续5个月卖超 指数真的上去空间也不大 重点是月线的MACD 现在还油红翻黑出来 换句话说 我认为大盘长线转空的危机 还是没有化解的 那这种状况之下 短线在这里高档震荡 那就当然快打当冲作战 仍然是目前快进快出 累积财富最好的操作策略 以及赚钱方法 那如果说接下来观察到 外资对指数正式的翻空 或是大盘这地方进一步的 跌势准备开始 那前阵子过去一个多月 我都跟大家讲除全息钱 这个比较不适合做空 因为面临强制回补 那现在个股除全息 一旦陆陆续续结束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能会针对 除完全除完息的个股 没有融卷强制回补压力了 然后有大户出货 有转弱薰套的个股 空军这个停了一个多月之后 准备再度起飞 这个操作也跟大家提醒 要先做好准备 跟他做一个叮咛 那为什么要这样跟大家做分析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叮咛 各位投资朋友 这其实就是我常常在说 我在股票市场 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 那这20多年看到很多的散户 在股票市场为什么会赔钱 因为很多人发现 都是在凭感觉做股票 什么叫凭感觉 大涨的时候就感觉很好 上礼拜五指数涨了182点就去追 大跌就感觉好害怕哦 哇礼拜五杀破底盘中又跌88点 哇这个行情要崩了 才来追杀才来追空 对不对 当然到最后的结果 都是追在高档杀在低档 做出错误的决定 结果行情可能就是个来来回回震荡 这个追在追高杀低 也是赔掉很多钱 那当然到最后 在股市里边 就变成所谓的输家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做股票 你要摆脱这种宿命 千万不能够凭感觉 那该怎么做呢 孙子兵法跟大家说 不知诸侯之谋者 不能欲交 不知山林先祖 这个居责之行者不能行军 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 古代的长盛军 会先去看懂 这个对手的一个想法谋略 再来交手 对不对 看懂地形地物 再来想办法这个作战 那怎么去看懂地形 D5 当然古代长盛军 出兵的时候 都会带着一个好的向导 来获得地利 对不对 同样的股市如战场 如果你永远都只是 想省一点小钱 结果自己在股票市场里面 凭感觉追高杀低 上个礼拜涨了182点就追 之前指数涨到11261 感觉快要创新高了就追 然后等到这个礼拜 狂杀破底下来 你才来砍股票 当然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省了一点小钱 却赔了大钱 那与其这样 我真的诚心邀请你 加入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了极品操盘团队 因为我们就像是一个 好的向导一样 要带领你打赢胜仗 那怎么去带领你呢 就像这个盘市各位投资 上个礼拜我们预告大家 反弹是会有啦 可是反弹会不如预期啊 对不对 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6月28号的时候 都跟大家做过预告啊 大盘会出现一波技术性反弹 但大多数投资人 都在期待反弹的时候 反弹会不如预期 就展开下杀破底了 所以呢 所以该怎么操作 当然是趁着反弹上来 那大盘又连续的开高走低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这个礼拜 快打当冲 先卖后买 先卖后买 对不对 礼拜一7月2号 新巨科 那时候造盘 这地方建立大家 短线技术面转弱57块9到58块1 先卖停损设好 目标设好 对不对 结果造盘卖在58块 尾盘大盘杀下来 我们顺利的先卖后买 占个这个地方 10张的话赚个9千块 小赚入带 好 那礼拜二 这地方又看到强帽 也是一样 出现短线技术面转弱讯号 所以呢 62块附近先卖 对不对 造盘62块先卖 尾盘大盘开高走低 个股也杀下来 60块8通知买回 赚了1块2 10张赚了1万2 一天哦 对不对 一天又赚个1万2 礼拜一赚9千 礼拜二赚1万2 两天加起来 2万块左右了 那礼拜三呢 礼拜三又看到光雷 这地方短线 技术面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呢 28块2附近嘛 先卖 这地方是个操作指令 都很清楚 有没有 那造盘28块2 顺利的成交 尾盘掉下来 又小赚个这个6毛钱 20张的话 又是1万2 这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呢 礼拜一赚9千 礼拜二赚1万2 礼拜三又赚1万2 三天加起来 赚了多少 3万多啊 如果要当冲 上班族的话 这三天 日薪 这个平均起来 都有1万块左右 对不对 那到今天礼拜五 大盘你说 又开高走低下去了 可是还能再追杀吗 来各位投资 这是今天7月6号的一个指令 7月6号早盘指数开高之后 这日期有写错 应该是7月6号 我说7月6号指数开高之后 再度翻黑 但是有杀盘取量的剩下 加上旗指表现比现货强劲 那今天的盘势就有可能先杀 杀完之后又短空 吸引短线的一个这个人去追杀之后呢 会后拉会嘎短空 所以呢这种盘势 这个10点半的时候 我就提醒大家就不要再追杀追空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10点半在哪里 指数开高走低翻黑下来 很多人看到 哦赶快追杀追空了 大盘又要跌了 我说不能再追杀追空了 因为今天会这个杀完短多 又空之后尾盘会嘎上去 先杀后拉嘛 对不对 这个是在10点半就通知大家的 那结果走势 是不是又完全符合现龙老师的预测 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操盘团队 好的一个分析师 能够去帮助投资朋友 那我带会员做股票 永远这个地方强调 我们极品操盘团队的使命跟责任 就是在帮助每一位会员朋友 运用技术分析 去精准规划行情 做出正确的操盘决策出来 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规划 大盘反弹会步入预期 会再下杀破底 所以连续几天先卖后马 先卖后马 直到礼拜五 杀到10523低点 我说这地方先杀后拉 不要再追杀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一个专业的操盘团队 能帮助你的地方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需要这样的专业操盘团队 极品操盘团队 永远是你最好的选择 甚至现在加入 你说那现龙老师 怎么去规划这个行情 看得懂的 上个礼拜知道 哇大盘会反弹 但走势不如预期 又要下杀破底 那跌到破底的时候又知道 我不能再追杀追空了 这部分想学的再强调 在我们极品操盘团队网站上面 都有一个会员专区 里面有现龙老师 除了每天所写的分析日记 第一页个股的 这个大盘的一个分析预测 第二页个股的追踪 潜力股的这个推荐 以及追踪之外 想学技术分析的 里面有技术分析的电子书 里面有线上教学的课程 还有每个礼拜 两次的实战教学 礼拜一跟礼拜四 像这礼拜的一个教学 在教大家些什么 你7月5号会员专属教学 就是教你 你如果要做快打当冲 要先卖后买的话 什么时机适合先卖后买 为什么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 我的操作指令都是 先卖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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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礼拜五 大盘杀下去了 我说不能再追杀追空了 会尾盘尬个短空上来 尬个短空上来 这部分其实你学会 你都能够去自己掌握得到 对不对 那先卖后买的选股条件 怎么去挑出来 找盘先卖的股票 那买卖点怎么设计 实战案例 我们都会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想学的投资帽 7月5号的会员专属 引用实战教学 现在已经上架 想学的都欢迎会员朋友 仔细去看 再强调一次 这部分新居科 为什么礼拜一 知道要先卖后买 礼拜二 这个光磊 这个强茂先卖后买 礼拜三光磊先卖后买 7月三连胜 这个部分礼拜五又跟大家讲 还必要再追杀追空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实战教学当中 让大家一边学 有没有 一边能够去赚到钱 希望能够去帮助 每一个会员朋友 成为操盘高手 那这个实战教学 这个下礼拜都还可以继续看得到 那想把握的投资 机会不多 一定要尽早来做把握 这个接下来行情又要怎么去操作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第二阶段 进一段广告之后 马上再回来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得这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传性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群推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大盘指数从7203的低点 这波多头涨了34个月了 对不对 面临费波兰兹系数转折的时候 这时候融资与额处在近三年高档 法人大户却是连续5个月在卖超 也就是现在散户拼命买的时候 大户都在到货 然后月线MACD优红翻黑 虽然目前大盘指数 还没有要正式的狂杀下去 高档还在震荡 但是提醒大家 长线转空的危机 仍然没有化解 那目前我们短线的快打当冲作战 都会持续进行之中 快进快出来累计财富 这个礼拜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这个地方先卖后买 已经多单这个成功的三连胜了 那波弹部位的话呢 这地方提醒大家 个股除全息过后 空军也准备再度起飞 过去一个多月 我说过除全息之前 容易有个股被嘎空的现象 不要随便空 对不对 那但是接下来等除全息过后 融券强制回补的压力解除 这时候也就是寻找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的一个个股 准备空军起飞的时候 那我还是要再三强调 我真的不是一个死空头 天天在那边喊空的头顾老师 我会这地方跟大家讲 空军要起飞 一定是看到大盘出现了重大的风险 就像三年前10014高点 之前我也是一路做多 但是那一天我开始建立股票 陆陆续续获利了结之外 开始新增空单部位 对不对 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这时候大盘已经准备回档 跌到哪里都已经跟大家暗示 小心回到十年线 好那后来大盘真的跌到十年线 有跟着县隆老师空下来的 不但没有受伤 而且还能够利用放空赚到钱 对不对 等到十年线附近 手上满手现金 这时候十年线就可以跟着 县隆老师来怎样一起拼大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一拼拼了两年多 等到大盘10882 这个1万1高点附近的时候 我说多头已经进入到最危险的第五波 对不对 做多就只剩下几短线了 波断空金再度的起飞 好那当时消息里面是利多不断 我说莫忘反市场操作 人弃我取 人取我弃 别人在追买看到利多买股票 我们再度的空军起飞 那结果2月6号股市崩跌五六百点 我们又空军大获全胜 那接下来 当然过去一个多月 因为除全息之前 融券要强制回补 我曾说过要先避开 那这其实也就是跟他之前强调过 放空股票的叫战手册 其实你要记好 放空不是随便空 很多人都是看到股价什么涨多了就去空 看他不爽就空那是错的 因为你这样子很容易被嘎到 记得几个原则 第一个股本小量太少不要空 融资余额不够多 卷值比太高不要空 飙涨中的强势股不要空 融卷强制回补前不要空 没有预设停损点 这一点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空 因为你会看到 就像这一两个月 指数其实这地方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动 甚至这地方 涨上去又跌下来而已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你没有这地方遵守这五个原则 就看到一些股票 涨多了 就随便去空他 那很容易被嘎到怎样 就死掉了 对不对 就像有一些死空头头顾老师 这一波一路的空被动元件 那这两天说自己大获全胜 可是你仔细看 这些死空头头顾老师 只超个股价涨上来 就开始放空 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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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天天喊要崩盘 然后空股票从来不停损 上涨就不断喊空 当然他终有一天猜到最高点跌下来就说自己大获全胜 可是你想一想 这种头顾老师能帮你赚到钱吗 不但不行 像和申堂 如果那时候125开始空 对不对 这个地方嘎上来今天做什么 今天融券强制回补 换句话说150 125嘎到250 等什么样 几乎就血本无归 不只和申堂 自贸 自保也是 上个月如果空在50块附近 天天喊空 现在嘎到90块了 对不对 这种股票跌下来的时候 他能够帮你赚钱吗 当然不行 放空不是这样随便空的 最重要你要去找到有大户出货 有转弱讯号的股票 再来做出手 这才能够在股市里头 真正的成为赢家 这一点再三提醒大家 那就像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就之前锁定到了包括金店 包括像华邦店 包括了像这个很多的股票 耀华 富桥 都是我们高档这样空下来 接下来当大盘长线转空危机 还没化解的时候 我们的空军 波段空军 准备再度起飞 如果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新的空军标的 我们已经在锁定之中 欢迎投资朋友 待会这个广告时间 指名加入现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服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